我们现在来先教各位如何把猖截的输入法安装到语言中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点选这个输入法 点到它之后第二点语言十号设定 第三点选因为它现在预设就在语言里面 这边有一个就是这个区域 不是新增惯用语言 那是像你要装什么日文装其他 好我现在要点的是这个 所以第三请点选这个中文台湾点它 下面的选项第四点这个选项 第五新增键盘 请点新增 那你是要装除了猖截 如果我现在要装旁壁我就点它 如果我要装大义我就点它来执行 快速我再做一遍 一点选这个输入法 二点选语言喜好设定 三点选这个中文台湾 第四点选项 第五点新增键盘 第六选取你要的输入法 例如说我装那个繁体大义 然后这边就有繁体大义 装好了很快就装好了 第七就完毕 我这边就会多了这个繁体大义输入法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输入法的新增